嗨 我是尔子 今天是一期超级重量级的干货视频 大家能看到我背后这一排博富的机器吗 没错 今天我们来做一期博富全系列机器的对比测评 相信之前看过我测评视频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我是博富的老用户 他们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 有将近100年历史的品牌了 一直都在深耕这个家电的领域 近几年他们的咖啡机也进军了我们的中国市场 博富的机器从2000元到3000元到4000元再到7000元 甚至到上万元他们全部都有覆盖的机型 他们联系到我说也想做一期视频 把这些机型之间的差异讲清楚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有了今天的视频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外形上的差异 大家可以看到博富的机型 不管是从大小还是从外观上都保留了一贯的设计 主传的54毫米手柄 250克可拆卸豆仓搭配追刀刀盘 两身的后置可提拉水箱 左侧是研磨转盘 右侧是蒸汽与热水开关 磁吸式粉锤以及点动式的触发抹粉 在用料上都采用了不锈钢机身 搭配这个烤漆涂色 然后不同的机型也会有对应不同的颜色 我这里会把它整理在屏幕上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不一定每个颜色都获 而且价格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我右手边这台最小的机器 它是伯父的一台分体机 没有研磨的系统 所以今天我们不会重点去说它 除了990会格外大一点 因为它里头用到的是双锅炉系统 990目前还没有上市 价格也还不方便透露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听说是目前最高端的一款机型 其他的几款一体机 在大小上基本是差不多的 严格对比的话 880其实是里面最小的一台机器 其实你可能看上去觉得 这个870 876 878 880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非常好理解 首先870作为最早推出的一款机型 我们可以看作是伯父最基本款的一个半自动一体机 它拥有了极热式的锅炉 可以实现稳定的萃取和不错的蒸汽表现 后面陆续在推出的878 880 以及最新推出的876 分别都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去进行设计的 在870的技术上做了一定的性能优化 同时增添了一些特色的功能配置 首先我会把大体的参数整理成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878和880它们都是三秒速热 所以加热的速非常快 同时在蒸汽的系统上也有一定的提升 它们打奶的时间会缩短一些 880它是作为8系列中最高端的一款机型 拥有了智能触控的彩色屏幕 增加了自动打奶的蒸汽系统 我们需要将奶缸放置到 滴水盘上的温度感应器上 这样它才能够自动去感应到 停止加热的时间 其次它还有很多这种自定义的程序 比如说你可以针对性的设置 每一个菜单的参数 可以在多人的场景下 共同去使用这台机器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之前我也做过一期880非常详细的特频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前往观看一下 剩下的这两台4000家价位的878和876 首先它们在研磨范围上 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 其中876得益于它的智能剂研磨 以及杠杆压粉的系统 876是博富全部机型里面 最适合新手入门的机型了 通常这台机器只需要花一到两次时间 就会记住你这只豆子的一个基本情况 在我第一次进行装粉的时候 先抹粉提示你压粉 按照实施操作之后 它会提示你粉量还不够 于是我继续抹粉压粉还是不够 再继续重复抹粉压粉的步骤 大概这样重复了三次 就达到了绿色的指示线 也就是说粉量是刚刚好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粉饼取出来 直接进行萃取了 第二次进行制作的时候 机器就会自动帮你将粉填到绿色指示线对应的位置 所以相当于整个过程你是去掉了衬的 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可以很轻松的用它做出好喝的咖啡 878的话会更加要求你有一定的制作浓缩的基础 搞明麦萃取的逻辑了 好那878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878把调节研磨的部分改成了旋钮操控 LCD屏幕上可以看到所有的数值 非常简单可适 但如果你是新手直接上878呢 那翻车的概率就会非常非常大 不同于876的记忆研磨与自动填分啊 那878在每一次萃取时都需要单独使用秤来进行计量 也经常会有漏粉或者撒出粉的这样的情况 更大的蒸汽动力呢 也使得打发会稍微比较难掌握一点 对新手而言啊就没有那么友好 但依然啊可以打出非常丝滑的奶泡 那四台机器我都使用过啊 用下来其实你是能感觉到 伯父想要传达出来的品牌理念 其实就是专注于怎么样把消费者 在家里制作一杯精品咖啡的门槛降低 从奶泡系统上的体验来说呢 878从870和876的单孔升级到了四孔 但四孔的问题其实就是它比较难找到那个漩涡点 学习成本稍微高一点 花点时间才能掌握 以及它这个打发的动力稍微强一点点啊 时间上大概是短了十几秒 那876的蒸汽系统其实是保留了870的系统啊 所以它相对来说打奶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但其实我觉得它会更加适合新手来进行打奶 因为你修正的这个时间会更长 你翻车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那880和876这两款机器相比 878它们都更加适合多人使用的场景 那不同之处在于 880给你减化了打奶泡的部分啊 你可以用自动打奶的功能去实现 同时我发现它打发的速度 动力都是比878还要再强一些啊 做出来的这个奶泡质量也是很好的 那876呢它是给你省掉了部分研磨撑凉的步骤啊 减少了很多人为的变量 你可以非常稳定的持续的出杯好的浓缩 它会把粉填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换豆子时调适的次数会比较少 通常来说一次两次可以过 但是像878的话就试错的成本会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它们的侧重点稍微有点不一样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预算去选择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还有相关这些机器的问题 也可以留言在评论区 我看到了会议回复的 好我是浩子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